观众朋友们午安 欢迎来到中天五街新闻 我是周倩玲 很多人昨天晚上又不睡觉 在那边等等等了 一夜终于又等到了 我们在奥运的下一面奖牌了 这个是我国的跆拳道选手 曾立成 他顺利的拿下了铜牌 那么我们总算今年 现在累积到一银牌跟一个铜牌 事后曾立成他就讲说 自己真的能够替台湾拿下铜牌 他感到不可思议 不过四强赛跟英国对决 画面显示上明明就有踢到对方 裁判却判决没得分 总教练痛批说根本就是误判 让本来该赢的比赛后来输了 成功夺牌 曾立成笑得好开心 不止亲吻铜牌 对于加油留学生拍照与铅明 来者不拒 我终于站在讲台上了 然后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可以代表台湾会期 然后看到自己为台湾 然后让会期生气 我觉得是一种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自己觉得 哇我做到了这样 已经表现得可圈可点 不过在四强战中对上英国 真立曾一脚踢到对手头部 却没算分 实在可惜 那时候我踢到他头是剩15秒 那其实那一脚 如果有计分的话 我的打法就不会 就不会有这个伤 大家的焦点都在我身上 但我还是以一开始的心态 去面对所有事情 今天得了铜牌 我觉得已经是给自己 这几年一个交代 也是对我期待 对我有期望的人 然后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回馈 连总教练都有话要说 你会觉得误判吗 是误判 那真的是误判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会为失败缴借口 你输了就是输了 赢了就是赢了 但是这种比赛是应该赢的比赛 然后因为你一个前面 他那个官场 那个等于是技术委员 他一个误判 就造成这个选手输赢 所以这个是才很一样 尽管对上英国出现正义分数 因此与夺冠失智交臂 不过真立层马上振作起来 果然不负国人期待 三立城背负着全台湾人的期待 终于在铜牌战中奋力一级 攻下一城 这一夜真的害烦了 一厢中电视频的杨销林家园 我们来自英国伦敦 采访报道